哈囉 各位大家好 在我來看 玩具這種東西 如果不買 就像是你不靠追情一樣 非常的痛苦 但是在我的主觀認知是這樣子 買的玩具就跟靠追情一樣 一天不買可能還好 可是過很長一段時間你再不買 你就會覺得整個人都不舒服 渾身都不對勁 所以就渾身難受 在渾身難受的時候呢 我就會買一個玩具來安慰一下我自己 今天就跟各位介紹這一款 是在1999年 由TAKARA所推出的MICROMAN 而是他們家的常駐角色 這個玩具已經三十幾年的歷史了 當然不用我多去贅述 大家應該都知道 這款MICROMAN超磁力戰隊的第32款 那這個玩具呢 我真的覺得一定要好好為各位介紹一下這個東西 那包裝呢 就是各位鏡頭上看到的這樣子 它就是MICROMAN 超磁力 第32款 這個是早期一個比較特殊的MICROMAN的系列 當然有好有壞啦 這個玩具呢 基本上它打著一個磁力可以合體 跟磁力可以黏在你家的冰箱 跟磁力可以黏在你家的ロライバ上面 反正就是一個有磁力的東西 那當然啦 我會買這款不是因為磁力 坦白講這個人 其實我一點都不喜歡 我要的只是這裡面這一塊卡帶 這塊卡式錄音機的卡帶 MSB Sonic Bike MICROMAN 知道什麼東西了吧 AutoBuy 然後呢還是多多少少應景的介紹一下它的小人好了 那裡面呢就會有附一個像這樣子的超磁力 MICROMAN 那這個玩具呢就是搭配在這一個商品裡面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其實不好玩 各位看一下就好了 頭呢是一個電鍍頭 那不知道為什麼它要做成像這樣這麼高科技的質感 坦白講我不喜歡啦 很醜死了 頭呢可動性就是像這樣左右 不能上下 它不是球關節 只是一個軸關節 然後呢身上這些地方呢會藏著很多的磁石 這裡磁石這裡磁石這裡磁石 各位有興趣的話就是買一次回去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然後呢手呢兩隻手是可以像這樣子接近平舉 當然換個角度就變平舉了 看你 可是呢這邊呢 一樣有一節左右的旋轉關節 兩邊都有 但是這一節砲手的地方呢它沒有辦法做一個手臂的折區 這隻可以 90度沒有問題 可是手腕一樣不能旋轉 那手這邊有一個 握東西的那種手 它可以把這支槍 插在這裡面讓它握 然後像這樣子拿著槍 然後呢腿的可動性呢 基本上前後左右踢腿沒有問題 那裡面這邊是使用很傳統很傳統的那種 橡膠式的一個關節 像這樣你可以拉起來 整像橡皮筋的那種QQ的這種 當然在把玩的時候一定要非常小心 不然斷掉你這支就繞賽了 繞賽繞整個口了 OK 然後呢 膝蓋是可以做到一個 接近90度的折區 其實沒有90度 腳腕呢 就不能旋轉 也不能夠左右貼地 不過下面有磁石 可以黏 當然你要有鐵的東西就可以黏 那槍呢拿在手上就像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大小呢 非常小一隻 各位鏡頭上看它大概可能只有 6公分左右的大小而已 5又公分的大小而已 跟我一樣小 唉 嗯 好 放在旁邊 那真正的重點呢 是這一塊 Sonec bike 那裡面呢 MicroMan的玩具呢 它會附像這樣子的一個小東西 這個東西我還是要介紹給各位看 這個是MicroMan在早年 只要Takara的玩具都有附像這樣的廣告傳單 這東西呢很多收藏家 基本上它還是有在收 那這邊呢 就是有它的一個 MicroMan的玩具的歷史 各位 這邊可以定格自己看 我放很近 各位這邊 我刺盡量不擋住 各位請自己定格看 一張一張翻 各位定格看 然後這是它的玩法 一樣各位定格看 然後這是它的相關商品 想相信市面上各位應該都擁有這一隻 泡麵的直升機 我也有 可是我沒有這一款小車 不過應該也會有 這兩天應該就會買到了 然後呢 這個是它的一個合體的系列 磁石合體的系列 不過坦白講不好玩 我認真負責地告訴各位 這個系列的玩具呢 只要你放久了 或是你接近一種消磁的東西呢 基本上你磁力就會慢慢的不見 然後這隻就落賽了 所以啦 我非常的不建議各位買這種磁力戰士系列 我非常不建議各位買 各位一樣自己定格看 OK 好 那這邊就到這裡啦 有沒有用了 那這款Sonic Byte呢 最重要的是這幾個配件 這是它的附著子彈 那當然子彈在這次的演示裡面呢 我絕對不會拆起來玩 因為這太珍貴了 絕對不會拆 好 然後呢 這個玩具比較落賽的地方呢 就是它磁帶 竟然不是完全變形 竟然不是完全變形 幹 它多了一個這樣子的東西 這個是鎖 但這個鎖呢 它可以 前面這邊是可以插這個飛彈的 好 那當然它就變成它的一個武器 那等一下我會跟各位介紹 它也是一個啟動鎖的裝置 等一下再介紹 那這個 最重要的這一款磁帶呢 各位可以看 它就仿當年 這真的是當年 沒有一定的年紀 你絕對不知道這玩意兒 當年的卡式錄音帶 錄音機的那種磁帶 就是你知道的Shout Web 胸口的那個 它其實就是這個東西 各位只知道音波 可能有些小朋友 他不知道這個玩意兒 這玩意兒陪伴了多少人的童年 你看 以前要聽一塊劉德華的專輯 如果你家的 你家的收音機沒有回帶裝 這是回帶太慢的話 都會把鉛筆插到這個裡面去轉 把它回帶 然後AB面 這邊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相關的一個回憶 那打開呢 真的就跟磁帶一樣 它就是有一個像這樣子固定的地方 然後磁帶是可以拿起來的 裡面真的就是一張像這種的紙 以前這種就是一個 某個明星的劇照 然後它的專輯名稱 最多最多就是這邊還會有它專輯的名字 這樣子 還蠻酷的 那裡面的玩具呢 就是真的就是一個像 就是像真正的磁帶這樣子 真的很酷喔 然後是用透明的部件 然後用這種 電鍍金色來做一個點綴 然後一些橘紅色的零件 真的就是AB面 然後收納的非常的好 其實它這邊還是有一點 漸層層次的喔 就跟真正的磁帶是一模一樣的喔 大小也是一模一樣的喔 現在有沒有覺得很興奮呢 這邊也是真的可以插進去嚕的喔 超讚 那這款呢就是它可以變成autobike Sonic Bike 那我們就直接變成autobike啦 那變形結構呢非常的簡單 請各位把自己的思維呢 倒退到1999年 那我們用1999年的一個變形結構去審視它就好了 首先 先轉過來 當然你不轉過來也沒有關係 這是我個人的習慣 這邊這個地方呢 我們把它先打開 翻到這個位置 這裡有一個二重關節喔 各位有沒有看到 然後這邊你看到這邊有一個拉軸 透明件就是這個地方漂亮 有一個拉軸 拉出來之後呢 這邊會變很長 然後這裡有一個 透明有一個卡扣凸出來 可以插到這個凹下去的地方 當然它不是固定的地方 所以你是固定不住的 它只是先跟你講 要把它拉到這個位置 OK 然後接下來呢 把整個磁帶這個地方 把它向上翻 這邊是一個橘色的二重關節 向上翻 然後會把電鍍的面翻出來 然後壓一下 它就會變成固定住了 就不會晃 也不會掉 它會從一個很平的平面 變成有點立體的一個造型 然後呢 接下來翻起來之後呢 我們要把這一整個地方 整個翻出來 翻成這個樣子之後呢 再把這一個折疊到這裡 這基本上一個車子的雛形 就差不多完成了 然後這邊 泡口的地方把它朝前 這兩個是一個泡 然後到這邊可能還不太像 對不對 就是我剛剛說的這個啟動裝置 什麼叫啟動裝置呢 這邊有個插孔 各位看到這邊有個插孔 這個玩意兒呢 就是要把這個東西插到插孔裡面去之後呢 它會啟動到裡面的這一個橘色的機關 各位稍微看一下機關的連動是什麼樣子 各位看一下喔 你插下去之後呢 它這邊就會跑到前面來 那這個跑到前面來 這邊就會把這個零件扣住 就是剛剛我跟各位說的 這個地方原本是這樣接起來的對不對 然後呢 它是沒有任何的接點的 那這個東西呢 插下去之後呢 它就會把這個零件扣住 就是會扣住這樣子 算是很巧思很巧思的一個設計 我不知道各位會不會覺得巧思 就我來看我就覺得還蠻厲害的 然後接下來把橘色的零件左右分開 就變成Otoby的龍頭了 手在握的地方 龍頭是可以做旋轉的喔 然後呢 接下來把這個橘色的地方翻出來 就會變成翅膀啦 那以上就是這一款 Michael Man的一個 Sonic Bike的一個變形結構 那變形好就是一台像這樣的摩托車 然後也確實可以讓這個小人 搭載在摩托車上面 當然也是可以搭載 沒有問題的 當然就讓它做得很醜對不對 沒關係就先這樣子 只是想一試一下 讓各位知道它是可以 確實可以乘坐的 那這個就好像其他去旁邊的 浪費時間 那這一款呢 那各位可以稍微擠個面看一下 真的它從一個平面的東西 變成像這樣立體的 然後從一個磁帶 就可以變成像這樣一個摩托車的造型 雖然呢 跟你的認知的摩托車可能還有一點點差距 但是作為一個超科技的玩具嘛 它就是像這個樣子 那我已經覺得做得非常的漂亮了 我不知道各位覺得有沒有一樣覺得它很漂亮 我是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變形結構呢 以1999年的思維來看呢 它確實非常的爽 因為它就是變形很流暢 然後中間沒有什麼太多投鼠機器的地方 就是翻摺翻摺再翻摺 就像這樣子 一個很基本的一個變形玩法 翻摺翻摺 那我覺得比較詬病就是這一塊 這塊真的很靠北 如果它可以把它做成一個完全變形的話呢 這一支基本上我就覺得100分了 就是死在這一塊 扣20分 它只剩下80分 對 那多了這個很奇怪的莫名其妙的小人 再扣5分 75分 那基本上這一款就是75分 我自己主觀的認知就是有75分 這75分全部來自於這個磁帶的變形 跟它一個給我的懷舊的風格跟感覺 還有這個盒子 這個盒子你看 裝起來真的是 帥到沒朋友 你不覺得這樣帶出門 還蠻酷的嗎 當然啦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的感覺是什麼 但是在我早年 有這種磁帶卡帶的水神廳 是一個很厲害的事情 然後在我這個東西出現沒多久之後呢 我們就正式進入了 光CD片的時代 那時候就是要 那時候大家就比較流行 就是Sony的CD水神廳 然後隨身聽這種東西會越做越飽 很厲害 我覺得啦 我要來講故事啦 幹話囉 接下來就是幹話了 現在要聽我講故事了 我覺得啦 我是出生在一個非常神奇的年代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我1985年出生的人 我覺得我這一年出生的人都很神奇 我們經歷了前後的人都沒有經歷過的事情 例如呢 我見證了一個 從 手機 從那個家用電話 在家裡面 當然我那時候已經是用按按鈕的了 我們已經沒有那種轉盤的了 我從 我見識過從 一開始的 909黑金剛 909黑金剛各位知道嗎 幹一定不知道 然後呢 那時候呢慢慢演變成 MOTOROLA的第一隻黑色黑金剛 這個一定也沒有人知道 幹你們真的超落伍的 可能我現在講的東西呢 在我這個同年紀的人已經開始共鳴了 然後呢 我是到我國中三年級 二年級 我才正式擁有自己的手機 國中二年級 那是我第一隻手機叫MOTOROLA 2188 那是我的第一隻手機 那我同學都已經在用海豚機了 我就覺得那時候這種東西已經很屌了 你不 從我那時候開始你看 手機 慢慢的從這麼大隻 然後變成 這麼小隻 可以讓你隨手掌握 雖然那時候的螢幕還是黑白的 可是你看 我說過我這一年的人很神奇 我們從 大隻手機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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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 小隻手機之後 慢慢慢慢慢慢又變成 彩色螢幕的手機 甚至 完全沒有想到 現在手機都能夠直接連接 Internet 在以前根本是完全沒有想到 這種根本就黑科技 你知道嗎 會只能夠在哪裡啊 霹靂遊俠 跟胡打妙蒜裡面你看得到 你根本就 哇這個東西感到可憐啦 一隻手機啊 就像 我要很激動的跟各位講 等一下喔等一下 就像各位 你看 你 你能夠想像嗎 我這個年代的人啊 我們從很大隻的 我們從桌上型的電腦 Windows 95 跟以前那插遲碟片的那種 那種 Windows的作業系統 一直演變成 你現在各位看到 還有什麼蘋果 什麼東西 你看 這些東西 我們完全沒有想 當年真的是完全沒有想到說 我們可以在手機上面 直接看網路 直接使用網路 對 根本沒有人能夠想到 齁 真的時間可以 這是那種 科技可以演變成這樣子 齁 這是後面的人 後面出生的小朋友 你不能夠 因為你們出生就是這些東西了嘛 你們當然不知道 哇以前有這種東西 所以我是覺得很神奇 是 我活在一個很神奇的年代 那我的年代呢 就是像這樣充斥著一些童年 玩具的童年回憶 現在的小朋友 真的已經越來越慢慢的 不玩這種玩具了 那我再講一個故事 我覺得啦 我有一個朋友 我覺得他跟他兒子 他對他兒子非常的好 我先講 因為呢 我這個同事 他常常只要放假的時候 他都會帶他的小朋友 去玩戰鬥陀螺 然後玩一些變形的玩具 或玩一些什麼 四驅車啦之類的 因為他爸爸 就是我這個同事 擁有了這樣子的童年 那所以他給他的小朋友 也是差不多這樣子的童年 我一直在之前的影片 我講過 如果你要讓小朋友 很簡單帶的話 那就是直接丟一塊平板 或丟一隻手機 給他玩就好 可是這樣的小朋友 會變笨 那跟家裡面的人的互動 就會變得很差 那這個父親 我這個同事 他我覺得 他是非常有心的一個爸爸 他不但會帶著他小朋友出去玩 親子 然後呢 他會讓他小朋友 接受他以前在玩的東西 就是像我們現在這些 可能就是這種 比較手動的玩具 捏來捏去的東西 他會讓他的小朋友 玩這個東西 而不是一塊平板丟給他 你就是玩平板就好 你就是玩手機就好 他不會 對 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 一個培養親子關係的一個方式 即便可能玩這種東西 在現在的小朋友 可能覺得很落伍 可是你不知道嗎 這東西在我們當年 真的是 找到到要變軌 對 而且這個東西在玩 才會讓你的腦子 能夠運動 而不是玩平板 平板那種不能運動 對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 現在在講故事啦 我覺得我一直覺得 我是生活在很美好的一個年代 雖然當初美好的時候 我買不起這些東西 但是呢 我在我成年之後呢 我最起碼我的印象中 還是有這些東西 跟身邊的朋友呢 還是可以講起這個東西 那可以討論的很開心 就像是我昨天我回台中 那 就是講一些變形金剛的東西 我跟一個台中的一個朋友 其實我們兩個 一開始是不認識的 我們一開始只是 買賣方這樣子交易 然後呢 在後面我們慢慢有在 交流各自的東西之後呢 然後交流各自 對玩具的理念 一些東西 一些觀念 慢慢慢慢慢慢 我們就是變成 開始有一些 共通的話題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 因為最起碼大家 都是活在差不多的那個年代 就是都有很棒的一些 共同的回憶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 那現在小朋友 你要覺得他去講什麼 講 最多就是講巧虎 呵呵 阿不然就是什麼 抖雷咪 不然就是 再跟後面小朋友 只剩下平板可以討論的 你知道有多可憐嗎 只剩平板可以討論 是有多可憐的一件事情嗎 只剩下手遊可以討論 是有多可憐你知道嗎 對啊 所以啦 後面都真的是廢話了 我真的覺得 有時候我的影片 我真的要 又要回味一下 回憶一下當年這樣子 那這個玩具 當年 我一直沒有看到它 我是在我一個 契機之下呢 我買了 麥可麥系列的 玩具 然後呢 我慢慢就是去接觸它的一些 原來它還有這一塊 然後呢 才知道說原來它的變形玩具 其實也是不錯的 也蠻符合我的要求 那所以慢慢慢慢的就是去 接受這一塊東西 當然也是推薦給各位 如果你有玩 這些老玩具的話 麥可麥這個系列是不錯的選擇 跟Diaclon 基本上呢 是 差不多好玩的 真的 你都可以去嘗試看看 那 那 不一定就是一定要玩變形金剛啦 我說真的啦 也不一定是要玩 一些什麼可動玩 這些東西多方面都可以去接受一下 當然因為我是比較 機械浪漫的人 我比較喜歡機器人 然後是要可以變形的合體的機器人 所以我的 就比較著重於這一塊 比較可以變形合體的這一塊 當然如果你喜歡變形合體玩具呢 就像我影片講的 你一樣就是歡迎訂閱追蹤我 然後 如果有這個東西 你覺得它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當然也是幫我 就是轉發分享 給你的一些社團 或是一些朋友 看看這個東西 如果我的介紹方式 他們也合胃口的話呢 當然也是歡迎來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來看看我的頻道 我發的玩具 那也是可以像我這樣無聊 我可能後面尾聲會跟你異個童年 可是我真的覺得最近 好像又有人在抗議說我一直罵髒話了 我真的不太喜歡罵髒話 我是一個很斯文的人 那可是沒事 有時候繳到一個玩具 都不小心真的很想 就會很脫口而出 然後我說過了這幾年 我真的很愛講台語 其實我一開始我是不太講台語的人 那但是我覺得 有時候講台語 那種氣勢跟鬼靠就是不一樣 講起來感覺就是很爽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跟我一樣的感覺 講台語是一件很爽快的事情 當然你外地人可能就覺得閩南話 講閩南話是一件很讚的事情 大家可以務必就是 在生活上多多嘗試一下 好OK 那今天的影片就介紹到這裡啦 後面就是廢話 當然很認真你看到二十幾分鐘了 very good 好 那很高興啦 各位喜歡我的影片 然後 常常來看啦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裡啦 Michael Mann 1999年系列的 超磁力戰士 第30 第32款 那 推薦給各位 可是你應該是不好買了 OK Bye